比亚迪的每一次降价都在终结合资汽车的暴力 前段时间,比亚迪公布了2024年上半年财报 有媒体就估算了一下 发现比亚迪汽车在新能源车里的销量远超其他企业 但是单车盈利仅8450元 而排在他前面的是长车和吉利 他们的单车利润都超过了1万元 就连新势力品牌理想汽车的单车利润也比比亚迪高了500元 如果与特斯拉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根据数据显示 特斯拉在全球的单车利润超过了5万元 两者相差近6倍 也就是说,别看比亚迪销量高 但是每辆车挣的钱还挣的不多 真就是伯利多项 这就让很多校伴非常困惑了 要知道,比亚迪已经成为中国新能车的代表性品牌了 中低端车型销量大,高端车型也很受欢迎 按常理说,既能走量又能卖高端产品 不是应该挣的很多吗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比亚迪这些年单车利润都不高 即使是2023年,这个数值也才8600多元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他们压根不想挣大钱 2024年上半年,比亚迪研发投入高达196亿元 比吉利和长城加起来多多 即便放在整个A股上市公司里 也是断胆的存在 用一具A股研发之王来洗手也不为过 因此,比亚迪真的想挣钱 我觉得是很简单 像其他车企一样把研发费用省一省 单车利润就上来了 但是比亚迪不仅没有这么做 反而每年都在加大研发力度 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 比亚迪有时三年的研发投入高于净利润 至今累计研发投入已接近1500亿元 每地专利数量超过4.8万件 这就是我很佩服比亚迪的一点 在别人还不看好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自研核心技术 在别人也开始做的时候 他们又在做整车自研 至今储备了E三方 玄机架构 DM系统等核心技术 有了这些核心技术 比亚迪就可以更好地做到垂直一体化 规模化整合 更好的控制成本 形成正向循环 这两年里电池源材料价格下降 比亚迪又立马打出电币油滴的口号 正式开启了价格战模式 一段时间下来 把合资车都给搞得有点懵 以前他们之间也相互竞争 但是彼此都很有默契地在控制单车利润 消费者的选择并不多 无非是从这个合资车品牌换成另外一个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比亚迪不仅是打起了价格战 他们还将很多先进的技术下放 比如第五代DM技术 还有再说的插混车型 这种加量又不加价的策略 打破了原本的利益分配格局 合资车被迫跟着降价 原本加价才能买到的合资车 如今打折才能买得出去 合资车的暴力一下子给打了下来 现在消费者买车 已经彻底告别了加价提车的时代了 不得不说 比亚迪这次价格战 真正做到了普惠广大用户 我看到有车企说 不跟着打价格战了 其实我要说一句 技术就应该普惠 而不是谋取暴力 只有国产品牌真正站出来 我们才能倒逼国际巨头 生产性价比更高的产品